一角缠在银架上 另一角砥柱银架 建筑工人趴在三四层楼高的银架上 为搭设固定竹编银架缠绕布条 而不是晃动的银架 看得让人胆串心惊 这是香港在新建整袖大楼时 会使用的传统竹编银架 也是全球仅存 罕见使用竹子银架的城市之一 盘架其实在香港 很适合一些狹窄的位置 和一些高楼大厦 不同分野很大的位置 竹编银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好几个世纪以前 当时的中国跟亚洲其他国家 都很盛行用竹子打建银架 但随着时代演变 加上建筑楼层越改越高 多数国家跟城市 已经逐步放弃使用竹子 改用钢铁或铝等原料打建银架 尽管如此 在香港地下人稠 跟生活物价水平高涨的影响下 竹子方便运输 跟成本只需要金属 有不到十分之一 搭建效率快速的特色 都让这种银架材料 赢得香港建商的青睐 不过要搭建这种传统银架 也很讲究功夫 必须透过系统的学习 才能学到技巧 要练习固定银架 还得练习在银架上平衡身体 因为不论施工手艺又多专业 这依旧是一份在高空作业的工作 从事这一行将近30年的主编银架专家 前妻和表示搭建竹子银架的材料 必须符合规定才能使用 这种银架还能配合建筑修缮的楼层高度搭建 以最美丽的方式搭建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同时这项传统手艺也是非常有趣 并且具有挑战性的工艺 预计在香港这种环境特殊的城市中 永远不会消失 也期望能够成为香港的文化遗产 加以保护传承 国内新闻 陈树 明依